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俊 然后现在呢是早上的六点多吧 然后今天起的有点早是因为 这个等一会儿我想去西九八搞一点事情 想稍微早一点起这样能多学一会儿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也请你多多的点赞 投币收藏评论和弹幕 非常感谢大家了 另外呢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日常的话 可以来微博找我 我的微博账号和B站账号是一样的 那今天一早上起来呢我先是在扇贝网上面然后呢看了一篇新闻啊其实严格来讲也不能算新闻它是一篇文章吧然后我拿来做精读的是有关于5G这个网络的包括5G网络的一些技术啊然后还有一些他啊也有关于5G网络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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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的 优势啊还有遇到的一些挑战呀和一些政策上的问题等等的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其实没有都读完因为我等一会儿还有别的计划嘛然后所以我把剩下的挪到晚上去读了 然后接下来呢还是跟上次一样是大约两个多小时的American Accent Training这本书的学习 上一次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太听清楚具体是哪一本书是American 然后Accent就是口音然后Training就是训练 这套教材呢其实挺经典的它除了讲解比较细致之外还有就是它练习非常多 我中间有一阵其实是没有往纸上面写东西的就是呢在跟着它的练习 然后呢在动嘴就是在做一些发音上面的练习 我最近呢也感觉我的美音好像有了那么一丢丢的进步 好像呢是找到了一点门道的感觉 我现在要出门了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件衣服就是上回买的那个大饼 我现在要出门了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件衣服就是上回买的那个大饼 Hello this is Kathy Cluxton with the BBC News President Trump has warned Iran 我那个已经下了一个小饼 下地铁了其实今天北京天气挺好的呃但是就是太晒了有点 我觉得我宁愿晒一点也不愿意整天下雨反正是好吧我收回我刚才那句我宁愿晒的这句话真是晒死我了今天 好那今天来798到底是搞什么事情呢就是之前有一个朋友推荐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叫72小时 然后呢里面说有一个叫熊猫曼地的一个可以给自己写信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它那个是可以就是你到未来的比如说几年之后的某一天然后就可以收到那个信 您好我问一下这个信要怎么写 写信的话就是我们提供幸福信指令你就可以写 一封幸福年也会写的时间是659 行 那我想写一封 我来教理 好 这里是吧 好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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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 有啊 你 那 有 i know it feels good to depend to be here always be there it's no shame, no glory just a romantic day maybe you'll never be sorry i'm not always quite right you are a lover for today can you afford to have a friend will you ignore me again always be there and from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i see you kissing his face does he smell really sweet will he with you i'm sad and dying you are a lover from today it's a romantic day i will dream of you tonight and it all will happen to m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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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都好工业呀 特别适合我这种18岁的硬汉是吧 这种感觉让我想起那个宫崎骏有一部那个漫画 应该是那个天空之城吧 就是这种感觉 到了就是这了 就这个日餐 哎呀我也真是醉了 真是我现在饿 饿着肚子也不知道上哪吃去 现在我又找了一个西餐 上天注定了我今天要吃草 就是这到了 下午我大约是四点多钟到了家吧 然后休息了一会儿之后五点开始学习的 下午的第一个学习内容呢就是看DRUNFISH他的视频 没有错我就是这么爱看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是他最近发的一个视频是讲有关于宿舍的这个装饰和宿舍的一些物件 然后他的建议的 然后之后呢我又看了一个采访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生的这么一个采访的一个节目吧 其实原本我觉得采访的节目应该没有什么可太多学的 因为都是比较偏口语化的这样的语言 但是没想到他中间又说了好多什么人生理想啊 职业规划啊这样的内容我觉得还说的挺好的 所以学习的时间比计划的还要再长一些 之后呢大约两个小时呢我是把要上课的一些资料要稍微的准备一下 然后稍微的查一查上维西百科呀 然后包括词典呀字典上面 其实呢在这个之前还有大约一个小时的 我是把早上读的那篇文章就是有关于5G网络的那篇文章剩下的给读完了 不过呢因为内容有点重复了 所以我就没有放进视频里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呢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干什么 就是我还是在总结6G的词汇 这项工作其实挺需要耐心的 然后工作量也挺大的 不过呢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就是收获的 我觉得比我预期的要多 然后今天大家可能会发现我没有跑步 不是因为一个我比较累了 因为去798再来呢 因为去798耽误了一些时间 所以晚上就想留更多的时间 然后给学习吧 再加上呢我录这个视频呢 在前一天跑完之后膝盖稍微有些反应 所以正好我这个这一天就歇了 现在挺晚的了 然后我打算去睡觉了 因为今天也确实比较累一点 但是呢我觉得还做了挺多件事儿的吧 就是比较充实的感觉 然后跟大家说晚安啦 沙发请求看 HK